真如专家所说的台股现在不要预设高点吗 因为台股急变创高 银行业砸重金买股票毫不手软 这是金管会提供的资料 统计国内的银行 五月底为止 光是五月一个月 买股票的金额是321亿元 创下了统计以来的新高 今年一到五月买股票的金额1153亿 也是来自于统计以来的新高 银行业加码多积极 目前金融三页 包括了投信也好 券商也好 银行也好 现在银行买的批券商还要更积极 当然获利相当的不错 账上未实现的利益 创下了历年以来最佳的战绩 为什么台股已经创新高了 银行还积极的砸重金 银行的高层数两个原因 第一个先布局第三季的除息行情 第二个是持续看好台股的后市 也因此 金融我们请您上台来 现在追还安全吗 手中有的真的一张不卖 奇迹自来吗 我期待的是 真的还有这样的底气吗 我先问 金融你真的这段时间 一张股票都没有卖 对一张都没有 而且我手中很多的股票都已经 比如说像台积电已经获利一倍了 有一些半导体设备公司 都已经获利两倍起跳了 但是我还是选择一张不卖 是因为我看到台股更大的一个未来 谁给你的勇气 来 其实有几个面向 那第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这波的台股 不是已经到今天为止 已经涨了6000点 那涨幅已经来到了这个33% 但是我认为这个涨幅才刚开始而已 未来还有更大的涨幅 即使以现在的位阶来讲 还有更大的涨幅 那我待会来解释 我们可以从财报的公司来计算 那第二个是台股 现在目前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金行情 祝华你知道我们现在台湾 每一年的超额储蓄有多少吗 多少 到今年会来到3.8兆 这是什么概念 所谓的超额储蓄就是 民众国人跟企业赚的钱 然后扣掉投资 未来这些资本支出之后 还剩下来的钱 这个在今年为止是大概3.8兆 去年是3.3兆 我们认为这未来这几年会突破4兆 所以每一年台湾都有 差不多将近4兆的这个金钱 不知道投哪里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台股就给它了一个 很好的去处 当然房地产也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去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两年 这个会是台湾会真的走大运 那台湾会走大运或投股会走大运 基本上我们会用一个财报的公式来跟大家解释 那我们在算一家公司的企业价值的时候 财务报表中有一种计算的方式 就是这个EPS 然后去乘上本益比的倍数 然后得出合理的股价 那我们为了计算的方便 教学的方便 我们就假设2024年 这个EPS是来到10块钱 那市场的本益比是10倍的话 那它合理的股价就是10乘上10的100 那这是100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接下来会有两件事情去影响 这上面的这个EPS跟本益比 最后导致股价的一个变化 那第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这个财德的降息 会对于本益比造成一个提升的影响 那我待会来解释 那第二个也是我们最近很多节目 大家讨论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 因为有这个AI加持 我觉得我们这个名字取得真好 我们的台湾 为什么现在AI这么的夯 就是因为我们有AI加持 在AI加持的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的企业的获利的预估 会持续的走升 那我先给大家结果 先给大家结果 大概再解释那个计算 这个结果的过程 那在2025年的时候 企业的EPS会从10块钱上升到11.7块 那主要是来自于这个AI的加持之后 所提升的获利的提升的效果 我们预计是用17%的年增率去做提升 所以原本的企业赚10块钱 到2025年的时候会提高到11.7 这不是绝对数字 但是17%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大家可以去加成 对 那这个我们待会后面会解释 其实是有外资的报告去做佐证的 那第二个是本益比的部分 那联准会的这个降息 会让台股的2025年的本益比 如果以10为当作一个基准点的话 它会自然的上升到10.896倍 那我大概再来解释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上升的结果 所以换言之2025年的企业价值 就会从11.7乘上10.896 得出127.48 EPS增加了 本益比也提高了股价自然而然就水涨成 所以如果以2024年的指数的位阶 当100来看的话 那2025年还会再涨27% 那到了2026年的时候 这个EPS还会持续的上升 会从2025年的11.7成长到13.69 怎么计算的 就11.7乘上1.17 就是以这个获利 有这个AI加持的情况下 每年以17%的速度成长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2026年的这个EPS 如果是用10来当基准点 2025年会上升到11.7 2026年会上升到13.69 那这个就EPS上升了 那本益比也会因为 联准会持续的降息 持续的在做一个提升的状况 那我们预估2026年的时候 这个本益比会再上升到11.71 如果以这个2024年的10 当作基准点 它会上升的幅度会来到11.71 所以换一次 2026年的企业价值 就会从13.69乘上11.71 得出160.3 那这个跟2024年的100相比 那这个计算应该就很好算了 就是160减掉100除以64 就是再涨6成 所以你的台股再涨6成 是用这样子的逻辑 所推演下来的 对 那这个其实都是有财报的公式 那我们先来解释 这个联准会的降息 对本益比的提升的效果 那下一张图 其实是在今年的这个 6月12号 联准会他们所公布的 这个18位成员的利率的点证图 那上面的这个每一个点 都代表每一位成员 他们心中要预期的这个利率的目标 那下面是2024年 2025年 2026年跟长期 那在2023年的年底的时候 当时联准会透过暴力升息 已经将利率升到5.25到5.5% 所以基因升起来是21 那从这个6月12号的利率点证图来看的话 由于2024年年底的时候 中位数是5.1% 所以跟这个2023年的这5.25 好像相距不远 所以市场预期大概都是以降息硬 去做一个市场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反应 但是到了2025年 初号你们看到 它的这个点证图的中位数 就开始往下了 开始往下了 它的中位数会从5.1下降到4.1 4码哦 就是1% 4码 那如果加上这个2024年降息1码 然后这边4码 所以2025年就会累积降息5码 那到了2026年的时候 这个中位数还是会持续的下降 从4.1降到3.1 又是1% 4码 所以这个5加4就是降息的9码 所以2026年的本益比的倍数 跟2025年的本益比的倍数 会来自于联准会的降息的态势 然后形成一个本益比提升的效果 那至于联准会每降息1码 对本益比会提升多少 那这个下面有个公式 也是我下一张图要可以带给大家的 其实就是假设有一家EPS 每一年都是赚10块钱的公司 那它在基准利率 在0.25%的情况之下 就是先前在联准会还没暴力升息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大概落在2022年 在假设这个风险贴水为5%的情况之下 这个一年能够赚10块钱企业的EPS 它合理的企业价值就是122.02 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 因为联准会暴力升息 将利率从0.25上升到5.5 累积升息21码 那同一家企业 它的都是每年赚10块钱 获利不变 对 但是它合理的企业价值 会从122.02降到82.31 只因为联准会的升息 它的合理企业价值就往下掉了 对 那修正的幅大概是32.5% 那这个大概符合2022年台股 整年度跌大概两成多 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但是到了2025年 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点证图吗 2025年的时候是有机会降息5码 那在降息5码的情况之下 同样是赚10块钱EPS的企业 它的企业价值 就会从原本的82.31回升到89.68 那回升的幅度是8.96% 所以我们刚才的我们那第一张图里面 那个本益比从原本的10倍 上升到10.896 这个其实是用2025年 如果联准会降息5码的情况之下 这个本益比自然就会出现上升 所以企业价值回升 什么样的关系 获利都不变 只要本益比往上企业价值往上 就知道股价也顺序会被带上来 对 因为这个本益比如果这个上升 那这个这里相成 当然就会出现上升的效果 那到2026年呢 我们看一下2026年的时候 因为联储会是有机会降息9码 那它的合理的企业价值 会再回升到96.38 就同样是赚10块钱EPS的公司 它的合理的企业价值 就会自然的回升到96.38 那跟这个2023年的82.31相比 它回升的幅度是来到17.1%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第一张图里面的 这个2026年 为什么它会偏成11.71 其实就是来自于联储会 如果能够在2026年降息到9码的话 本益比还会自动的就会上升到11.71 所以这个就解决了本益比这个上升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就是会影响股价的 当然就是这个企业获利的上升 那有些人会觉得台湾的企业有机会 现在赚10块明年赚11.7 后年再往17%的速度成长吗 当然我们从现在目前这个AI的成长的浪潮 我觉得17%可能都是蛮合理的预估 不能说保守 但是我觉得是合理的预估 那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是这个摩根斯丹利 他在预估整个全球的AI的2023年到2030年的 这个产业的成长率 这一块按照摩根斯丹利的预估 2023年全球的产值大概落在0.524兆美金左右 然后到2030年的时候 有机会成长到1.614兆 那年征的幅度 年均复合成长率是来到17%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第一章的内容来看 这个EPS为什么会有机会从原本2024年 如果用10来当作基准点 2025年会乘上17%的年征率来到11.7 其实就来自于这个AI的硬体制造的成长率 那2026年还会在持续的成长 在乘上这个1.7之后会来到13.69 所以换一支EPS也上升了 然后北益比也上升了 那这个股价自来也就会上升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台股到今天 今年是涨了6000点 然后涨了33% 那我手中像我手中的股票 大概是72%都是压在半导体的这个股票的配置中 我问一下来台积电打一下月线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